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猴哥财经 今天是3月8日星期二 美国股市继续大幅震荡 今天这个股市完全可以用猴市来形容 美国三大股指在上午都一度大涨 到了下午又迅速回落 在尾盘的时候刚要上涨 结果最后半小时又开始下跌 总之很明显现在的股市整体都是非常的紧张 很容易就出现很大的日内波动 非常类似新冠期间的股市 目前看来美股还是没有找到方向 那我依旧保持最近的看法 估计至少要等到今年的下半年才会平稳下来 到时候或许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冲突 能够得到阶段性的解决 以及美国加息的问题也能够被市场基本上消化掉了 最近几天市场继续关注俄罗斯跟乌克兰局势的报道 周一举行的俄乌第三轮谈判未达成实质性的结果 双方将继续展开进一步谈判 随着风险不断的飙升 人们纷纷逃向避险资产 比如说国际金价就不断的上涨 现货黄金已经占上了每盎司2050美元的高价 另外俄乌冲突也导致市场极度担心俄罗斯涅供应的中断 在去年的时候 俄罗斯涅矿产量达到25万吨 占全球总产量的9.3% 所以随着最近几天西方国家进一步制裁俄罗斯 直接导致伦敦金属交易所国际涅价一度突破10万美元 几乎是2007年高点的两倍 另外今天更加重要的消息是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 美国对俄罗斯的能源进口禁令 宣布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 液化天然气和煤炭 那在此之前 英国政府也正式宣布将在今年年底 逐步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及相关产品 同时拜登还表示 他将继续努力减轻因能源价格上涨 给美国家庭带来的压力 并减少美国对外国石油和化石原料的依赖 美国政府已经承诺在本参年释放超过9000万桶的战略石油储备 也正在与一系列的能源生产商和消费者就可以采取的进一步措施进行对话 以确保稳定的全球能源供应 那我们知道俄罗斯是全球第二大石油生产国 据美国的能源信息署统计 在2021年 平均美国每天从俄罗斯进口67.2万桶石油 约占总进口量的8% 所以俄罗斯对于美国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口渠道 其实从前几年开始市场已经预期这个禁令会生效 所以就直接导致WTI原油期货大幅攀升 一度涨到130美元 那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直接的影响 通货膨胀导致生活成本已经很高了 现在可能又要加不起油了 而且据摩根大通的分析师预测 当美国对俄罗斯的石油禁令生效以后 今年年底原油价格很有可能攀升至185美元 距离现在还有50%的涨幅 听起来是非常的恐怖 希望它不要发生 那现在原油价格的攀升 几乎对所有的实体经济公司都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更高的油价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更高的运输成本 同时其他一些成本也会伴随着上升 各大公司的利润都会受到挤压 总之接下来几个月甚至几个季度 全球经济和各大企业都不会好过 当然也会有一些公司相对的安全 比如说高科技公司或许都会受到更加有限的影响 最后也会有一些公司因此受益 尤其是能源行业的各大企业 所以姜还是老的辣 巴菲特正是看准了这个机会 大赚了一笔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巴菲特在上周进行的50亿美元豪赌 在进入正题之前 也想提醒一下追踪我们核心股的朋友们 上周我们为了避开财报 清仓了服装品牌GAP的股票 结果财报可以说是中规中矩 虽然第四季度的业绩不佳 但是全年的展望还是不错 所以股价在财报后的第二天也只是小幅下跌 那现在度过了第四季度的财报风险以后 我反而更加愿意找合适的机会重新进入这只股票 但绝对不是现在 之前我们也说过 今年看好这只股票最大的利好就是与说唱歌手can invest的合作 而这个合作大概率将在下半年才会影响到业绩 所以或许在第三季度的前后会是买入更好的机会 然后在上周我们也提到准备入手booking bkng这只股票 之前2000美元是一个关键的支撑点 现在已经跌破至1900美元 下一个位置在1700 但是鉴于现在市场的形势还是谨慎为妙 手中留一点现金也是好事 我们继续观察有稳定的迹象出现以后 再考虑这只股票 毕竟当整个市场回调的时候 任何个股的利好或者支撑点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正题聊聊巴菲特 就在昨天巴菲特接受了财经频道CNBC的采访 更加详细的介绍了他在上周进行的一大笔交易 在上周五美国SEC公开的一份新文件显示 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公司增持了西方石油公司代码OXY的股份 西方石油这家公司成立于1920年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洛杉矶 主要是开采石油和天然气 他们目前的业务范围包括美国 中东 北非和南美 是美国第四大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巴菲特在上周一共累计购买了超过9120万股 总价值高达50亿美元 占据了西方石油公司9.8%的股份 这对于巴菲特来说也是一笔巨额的交易了 年初至今西方石油已经上涨了76% 比大部分石油公司涨的都要多 但其实巴菲特买的也并不早 根据公开的信息显示 他绝大部分的股票是在上周三 周四和周五买入的 买入价在47美元到56美元这个区间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整体的平均价是多少 但是从上周一到现在 西方石油的涨幅只有25% 虽然也很多了 但巴菲特看中的绝对不是这个短期的利润 要知道通常他投资都是非常长期的 大概率是不会在一两周之后就完全清仓一只股票 巴菲特在昨天CNBC的采访中 又更加深入的解释了这个决定背后的逻辑 他表示他是在阅读了西方石油公司在2月25日 第四季度财报电话会议的记录以后 才决定在上周累计买入了公司将近10%的股份 在采访中他说到 我读了电话会议的每一个字 西方石油的CEO正在以正确的方式管理公司 于是我们从上周一开始买进 能买多少就买多少 根据公开的信息显示 伯克希尔在上周二收盘时已经购买了2980万股 然后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又买了6140万股 在短短的五天之内就向西方石油公司投资了45亿美元 目前这笔投资的总价值已经超过50亿美元 那这样算下来大概率巴菲特的平均价是在48美元上下 距离现在有了大概15%的利润 虽然巴菲特他说自己买入西方石油的原因 是因为看好公司自身的发展和运营 但或多或少也是看准了最近俄罗斯跟乌克兰冲突的影响 但是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 巴菲特通常不会很快的进出一只股票 所以或许部分的原因真的是因为看好这家公司长期的发展 而且在这之前 巴菲特手中已经持有西方石油价值100亿美元的优先股 以及将近8400多万股的认购权证 执行价格为59.624美元 还是高于现在的股价 巴菲特手中的这些优先股和权证是来自于2019年 当时伯克希尔向西方石油公司提供了价值100亿美元的贷款 帮助他们以380亿美元收购另一家石油公司 阿纳达克石油公司 那这笔贷款以伯克希尔购买优先股的形式发放 要求西方石油公司每年支付8%的股息 大概是每季度2亿美元 在2019年伯克希尔给出这笔贷款的时候 当时巴菲特表示他是在压住油价长期上涨 结果众所周知在2020年新冠爆发 油价的暴跌也拖垮了西方石油的股价 所以西方石油为了当时节省现金 决定以股票的形式向伯克希尔支付了第一和第二季度的贷款利息 因此巴菲特当时又额外获得了将近3000万股的股票 但是在2020年第二和第三季度伯克希尔提交的13F文件中显示 并没有这些股票 说明当时在石油市场的暴跌中 巴菲特决定清仓了这些额外获得的股票 但是现在随着油价再次走强 巴菲特又开始压住西方石油 而且这也不是巴菲特手中唯一的一支能源股 他还同时持有了能源巨头Chevron代码CVX的股票 这家公司主要的业务领域包括石油和天然气 巴菲特最初买入CVX这支股票开始于2020年的第四季度 目前它也是伯克希尔15大重仓股之一 所以巴菲特看好石油其实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就已经开始了 不得不再次佩服他的眼光 那在2020年科技股暴涨的时候 市场中很多人都觉得巴菲特的投资策略过时了 但是事实证明将还是老的辣 根据彭博的亿万富翁指数显示 巴菲特昨日又重新跻身全球前五大富豪行列 年初以来他的个人财富累计增加了78亿美元 那朋友们觉得在石油已经大幅上涨的同时 巴菲特进一步加仓西方石油 是否是一个明智的决策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 非常有趣的是市场中另一位大佬 就和巴菲特现在有着完全相反的看法 有着华尔街狼王之称的卡尔伊坎 他在近期出售了他手中所有的西方石油股票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卡尔伊坎在对西方石油公司的投资中一共获利了超过10亿美元 在周日的时候 伊坎给西方石油的董事会写了一封信解释了为什么卖出公司的股票 他表示他一直在减仓西方石油公司的股份 最近几天出售了所有剩余的部分 他之所以选择清仓离场 除了油价最近不断的回升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一直以来对2019年西方石油以高达380亿美元收购阿纳达克石油公司的交易感到非常不满 他认为这笔收购是一个考虑不周的防御举措 他在信中还写道 他们公司在西方石油公司董事会的两名代表也将辞职 基本上是做了一个全面的切割 卡尔伊坎在很早的时候就拥有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 在2020年3月新冠来临以后这家公司的股票大幅跳水 而正是在那个时候 卡尔伊坎看到了机会加大了对公司的投资力度 将他的持股比例从之前的2.5%增加至10% 虽然在那之后他不断的减持 但是截止到去年8月份的时候 他还依然拥有将近7%的股份 那从他的交易我们可以看出 买入的时机的确比巴菲特或许更加的理想 现在决定卖出肯定也是觉得没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了 那我们知道其实石油公司的股价基本上都是和原油价格一起波动 所以从这笔交易也能看出 伊坎认为原油价格现在或许也已经到顶了 那巴菲特方面现在进一步加仓 大概率是觉得原油价格还有进一步攀升的空间 判断原油价格短期的走势肯定要考虑很多的因素 现在美国已经正式宣布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 这必定会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卡塔尔沙特等能源供应国很难弥补这个供应缺口 所以市场供应或许会进一步恶化 但同时也有很多投资人觉得 现在这些坏消息已经反映在石油价格的预期中了 所以大家觉得石油现在已经到顶了 还是依然有上涨的空间 像摩根大通预测的那样攀升至185美元 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 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看到这里了 也一定记得给我留下一个赞和评论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